一心逐夢 飛掉巔峰 我們是工藝與事業同時起步 且暈含溫度的一個企業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創業 起初就已經抱著這個 投入在工藝的社會當中 所以這是我們 也是迫使我們成長 企業成長的一個動力 所以我覺得相輔相成 工藝跟企業的一起成長之下 能夠讓我們公司在做這方面 不管在做事業也好 或做工藝也好 都更加有動力 伊絲碧堤逐年透過計畫 極力爭取每年配合僅 四到六輛的高頂富康巴士 改善弱勢族群交通需求 此外ECBT也捐贈一批愛心物資 給社會局仁愛之家 實踐企業的公益責任 我們現在目前針對高雄市政府 已經是捐贈到第四輛的 一個高頂富康巴士 那我記得印象中是 在2022的時候 我們就來到高雄市政府 那ECBT是一開始 我們在投入公益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能夠投入 這個高頂富康巴士 設定為100台 所以我們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到底會繼續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希望把我們目前第一階段的目標 新耀美100台給完成之後 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投入其他的物資 或者是民生用品等等的 或者甚至一些全台官各地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我們都很願意的注入這一份心力 其實我們抱著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 回饋社會 那ECBT是以人為本事業 我們其實就是在經營的方向 就是經營的一個過程當中 受到社會大眾的一個幫助 那今天我們只是把這個能量 轉換再回饋給社會大眾 加以循環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良性三性循環 熱心公益是一絲蔽體的企業文化 堅信有一種美好叫讓美延續 讓愛傳遞 為社會傳遞正能量 也藉此機會拋磚引玉 號召響應公益活動 給予社會最實質的幫助